今年面對疫情已經進入兩年了 未來第三年的時間 我們澳門的經濟又何去何從 再加上最近有很多的不利消息 包括我們的賭廳的情況 還有有不少的中小微企 在倒閉的情況也出現了 對於我們的打工制來說 在未來的一年我們應該怎樣去做 選擇我們的前程 就著最近賭廳的事件 其實我們人資和積戒所方面 也收到不少的居民求助 求助主要是希望能否有轉職 找到工作 甚至有部分可能拖欠薪金情況 其實我們也有協助 數字方面其實最近收回來的數字 雖然不是非常多 但也出現了一個警號 就是我們澳門在近幾年 經濟發展情況比較萎縮之下 其實我們澳門的人資市場 求職方面的確亮起了紅燈 政府在這部分上 應該怎樣能夠及早做好一個工作 就是除了我們推出了一些援助措施之外 在未來整個人資市場的發展健康 是否應該有更好的一個措施 給予我們市民呢 因為如果不是整個 就是我們人資市場出現失衡的 你說不到工作做 又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情況之下 對於我們社會的和諧 一定是有所阻礙的 政府應該在這個時間上 提供了一些措施 希望緩解回我們市民的一個 失業所帶來的一個徬徨狀況 我個人有建議 早前有提出過可能有些大樽的培訓 實習的一個大學學生的一個實習計劃 等等這些措施其實也都可以希望 政府能夠繼續去進行一個工作 另外我覺得其實可以推展多一些的 就是如果有一些職位是能夠提供的 希望能夠市民也都願意去接受 雖然有些工作可能人工上是低些 但其實可以先做 因為如果你完全沒有收入的情況之下 對於你自己的發展來說 都是有影響的